各位 中式观摩 大家好 我们是亨达投顾研究团队 今天是2019年1月22号 礼拜二 感谢你收看前进大趋势的旁观看影音 那台股今天表现是平淡无期 那指数是受一个小涨 大概涨了五点左右 那关于行情的看法 那我们在后段的部分 会用些数据跟大家报告 原则上看法跟昨天是一样的 拉回还是建议你找买点 那指数虽然平淡无期 但是个股出手的时间是差距很大的 所以我建议中式观众朋友 你把今天的节目看完 那观念希望你可以把它想通 那这是我们LINE ATT好朋友的福利 你可以立即用LINE的ID搜寻 小老学全PC做加入 我们在今天10点半的时候 大概有分享了这个 盘中打行数据的看法 给我们LINE ATT的好朋友 那在五盘过后 如果你是五盘过后才经常去做交易的 那相信我对于LINE ATT上面的好朋友 绝对是帮助非常的大 那我们把这个图片放大给大家看 每天少犯错长期差多少 这是节目上不断的跟大家去做报告的 你还要看指数盘中平感觉去追股票吗 尤其在这个地方 早盘9点半这个地方 指数拉上来靠近翻红的地方 如果你经常去追股票 那我们举很多股票的案例给你看 如果你今天是用低阶的 跟你在9点半看指数翻红的时候去追股票 差距很大 那这次我们会员朋友 包括前满营的会员 都会收到早上的盘中打行的一个数据 以及我们结论的讯息给大家 我告诉这个会员朋友 提到说年前卖股的惯性还是在 因为盘中卖压一样是比较高 我建议五盘过后 或者是用低阶的方式做操作 所以假设你今天是在五盘过后 或者是用低阶的方式 价格通常绝对比 9点30分进场去做马进 还要来得好 所以盘中打行的帮助是非常大 它可以让你的心 能够稳定下来 能够冷静下来 尤其你在今天开盘之后 9点05分我们把数据放上去 你就会知道今天大概怎么做 所以9点半过后 你可以看一下 假设你看指数翻红去追股票 最近热门的像散热的泰塑 3338在这里 见红的时候你去追 收盘是跌1.7% 这一来一往的差距接近5% 那如果说你是在五盘过后 或者是采取低阶的方式 价格绝对是比你追高来得好 那热门的这个操纵的部分也是一样 9点半你去追 收盘是收最低 这让股票差异更大 3596的致益 网通的概念股 那在这个地方9点半翻红 你想说特董啊 赶快进场去买进 结果呢收盘呢 基本上是跌了8%左右 这个地方一做错 差距非常大 所以会员一收到讯息就知道 赶快去认真上班 那中午的时候再来看盘就好了 卖压很高 包括相关的数据 都是一早会员朋友就会迟到 尤其9点05分我们就把数据先放上去了 那加联益的部分也是一样 很多人告诉你在这里要去做跌不疼 娘不爱的这个相关的股票 苹果概念股 备动元件细晶元这些公司 那开高你就进去 结果呢 在涨3%的时候去买 收盘是跌3.6% 也是收在最低点 那如果你真的想买 你五盘去买 或者是尾盘去做买进的动作 价格是不是比较好 宣得的部分也是一样 9点半翻红 最后是收低 一档一档股票 投资朋友你就得到验证 虽然没有办法跟大家讲 绝对每档股票都是这种情形 但是大数法则下来 盘中导航告诉我们就是 大概七八成的股票走势 会类似这样子 今天没有什么量 卖压很高 这个你早上9点多知道 你就会知道说 原则上先不要追股票 这是很重要的 千万不要去乱出手 2345的智邦也是网通概念股 如果在这里你见红去追 最后是杀下来 那智邦这档股票 如果说你是我忠实观众 你订阅频道的 1月15号的节目 我怎么告诉你的 你要领先市场 你策略要提前 智邦这公司 我们在去年11月19号 给会员朋友更新的 投资组合的清单 里面有智邦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给会员建议的 操作区在哪里 90到115 所以当你知道 智邦90到115的地方 隔两天 1月17号还在跟你讲一次 在这里到115了 我是不是有提醒你 16号还拉个红棒给你卖 你不卖 17号就一根中肠黑下来 所以在这个地方 16号还有人跟你欢庆鼓舞 但是15号 我们怎么跟你讲的 我们跟你讲 智邦的区间到了 所以这个就是操作 那你看一下 智邦是不是在我们 建议的操作区间里面 11月19号整理给会员 12月份 是不是打到 90块正式附近 就止住了 而到115相对位置 是不是就不能追 这个绝对都是讲在前面的 1月17号的节目 还跟你分享到 在16号 有人在节目上 公开释开的那个 小黄帖 告诉你 5288的风享 这段股票 因为在16号 公上涨停板 那你还要再看节目 人家去开牌 你才去跟着屁股后面 去追股票吗 我们跟大家报告 通常是出货用的 所以还要看节目 去买股票 这一来一往的差距 是不是有提醒你 告诉你 撕开了小黄帖 那小黄帖 撕开之后 隔天的红K棒 你可不可以 卖出风享 那这档股票 其实你可以更早 包括你是我会员 你第一时间就会知道 风享这档股票 在12月11号的节目 你可以去看 会员朋友更早 在12月10号 盘中的会员影音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对值 对价 12月10号 中午12点02分 给会员朋友的盘中影音 在这里提到 风享的部分 符合在当天的买进讯号 证据在这个地方 它就是符合在我们 前买影系统里面 12月10号在这里 趋势转多 然后符合 短中的一个买进讯号 在这里 买进之后 非常有续航力 九十几块 一路涨到一百多块钱 在这里我提醒你 这个地方你不买 那一百三十几块 在这里 大家热门推荐你 那你去买进这样的公司 投资朋友 到现在你追高了 指数明明都已经慢慢翻多 站上去季限 但是有些股票 是强势股领先涨的 开始往下做补跌 那万一你已经买在它的满足点了 那你就会形成一个 长期套牢的开始 所以在节目上 17号我也告诉你 节目的热门股 你要觉醒 不要看节目买股票 包括我的节目 我都跟你讲 我给你验证 但是你不要去追嘛 PCB的股票 泰鼎的部分 是不是也在九点半 见到高点之后 走下来 泰鼎也是一家好公司啊 那你想买它 你可不可以在五盘去买 或者是收盘去买 你可以买在三十九块多 那何必追在四十几块的泰鼎 那一样是PCB的股票 今天六二七八的台表科 表现就相对不错 那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在昨天涨停板之前去买 是不是比较好 那如果今天你想买台表科 你在盘下低接是不是比较好 五盘过后去买会不会比较好 这个都是盘中导航 你就会知道的 那六二七八的一个台表科 昨天节目也告诉你了 如果说你是会员 你在这个地方 你就会知道台表科 我们在会员专区里面 不定时的 开盘之后 9点多 10点多 11点多 12点左右 我们都会放符合系统的名单给 这个我们的会员 所以我们跟大家报告 你看这个软体 或者是看系统 你也要能够做到对时对价 很多股票 攻上涨停板的时候 节目就会跟你表演说 这单股票在盘中翻多 但是你没办法对时对价 那万一翻多的地方是在涨停板 你根本买不到 台表科这个股票 我们在昨天的影音21号 告诉你什么 9点43分提供给会员朋友 在盘中会员专区里面的数据 在这个地方 你看得到台表科 当时股价在38块7 涨3%左右 那这个地方你可以对时对价 你昨天是不是有机会 可以去做一个马性动作 最后攻涨停 今天继续性的向上走 那我没有要你去追 而是要告诉你 其实你可以第一时间就知道 不要看节目去跟在屁股后面去买股票 所以每天少犯错 长期搭多少 这是盘中导航 你知道的 是不是建议投资朋友 建议我的会员 午盘过后 或者是用低接的方式 这个就是盘中导航的一个价值 那昨天的影音跟大家讲 按赞超过20 我们跟大家分享股票 那昨天的这个 快过年的大家看节目 也都异性蓝山 那昨天有到14个站 也相对不错 那我们今天也一样跟大家去做分享 那我这边建议投资朋友 你听听看 你觉得这样做好不好 有依据的操作 你觉得好不好 这是在今天10点左右 提供给会员专区里面的股票 那你看到今天符合马金讯号股票 很少 在10点左右只有两档 一档是3044的见顶 那这个就是一个真实的操作 你可以看一下 假设你早上这个收到盘通导航告诉你 不要追 麦压很高 你可以午盘过后 或者是用低接的方式 你12点过后再去买这张股票 你可以买在今天相对低的地方 尾盘之后慢慢的拉高 那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线图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 整理之后的一个基期相对低的转强 这个也是PCB PCB这个族群性 在最近来讲的话 都有个族群性在涨 所以你要操作你要族群性 你也要知道有符合讯号 这些个股有哪些 这个就是你参加我们会员 让你可以真实得到的一个讯息 所以是不是盘下低接比较好 5盘过后买比较好 这个是你真实的一个交易 会遇到的状况 所以我邀请投资朋友 你可以加入我们前满营的系统会员 或者是基优跟高价的简讯会员 那前满营的系统会员服务方式 我们快速去跟大家报告一下 你会收到我们盘中导航的讯息 这跟我们简讯会员是一样的 那我们会提供给你系统 符合信号的股票有哪些 这是服务方式 那适合的对象就是 你有时间看盘你会自己做进出的 但是你现在仍然是 没有系统化的交易 凭感觉乱看节目到处去 自己花时间然后这样子去做进出 那你如果没有依据来讲的话 我觉得前满营这个系统会员 就会非常的适合你 那我们的独家优势在哪个地方 你买软体很多人都是用技术面的指标 去写程式的讯号 拿去选出股票 但是选出股票来讲的话 没有买进讯号 其实通常是没有太大的帮助 那我们除了有买进讯号 我们是技术纯码面搭配基本面的过滤 所以你会发现到我们很多股票都非常有续航力 台表科今天继续涨 前面从12月份到1月份陆续跟你验证很多股票 你有兴趣 你看上周五的影片 1月18号我们都讲得很清楚 很多股票都给你验证 所以这个是一个优势 那再来就是一个独家优势在盘中导航 这个你业界也看不到 很多人你买软体自己做 但是你没有盘中导航 告诉你今天该怎么出手 这个是差异很大的 像今天就差异就慢慢拉出来了 前满营系统服务方式 快速决定跟大家讲一下 透过你可以下载我们亨达的APP 那讯息我们都透过APP发送 我们会传送图档跟盘中导航的讯息给你 这是我们在16号下午测试的讯息 你可以看得到 那前满营的会员 在这个开通之后 目前也都在今天陆续上线了 所以我邀请投资朋友 你可以跟上 提供打航讯息跟符合的股票 那提供给您自行做进出 那我这边建议投资朋友 不要再当无头苍蝇了 尽量跟上有系统化的一个操作的方式 那如果你资金不是很多的 我觉得前满营系统会非常适合你 这是在今天1月22号 中午的12点10分我们提供的数据 股票名单前满营的会员收得到 GEO高价就是简讯会员 我们会带你做 一样会提供名单给你 你也可以考虑自己进出 那合适买卖的 我们会正式发讯息给GEO跟高价的会员 那前满营的会员就是 我们会提供我们的数据服务给你 凡宗导航加股票名单给你 那你看我们的系统 你可以自行去做一个操作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给大家一个结论 你每天乱出手 消耗掉了手续费跟停损的价差 投资朋友 前满营系统都可以让你参加了 所以你自己想清楚 你观念若通了 财库就通了 千万不要再当无头苍蝇 那你购买软体必须要上得了战场 那我们这边跟大家讲 优势在哪个地方 面面俱到的独家操盘方法 盘中导航加系统名单给你 这个你已经胜过很多人了 那你卖向系统化的依序操作 那透过工具 你可以成为顶尖的操盘手 所以如果你有股票操作经验 但是现在没有方法 没有系统 钱满营的部分就相对适合你 那节目上也不断的告诉投资朋友 买软体你要什么到实战 很多人不断的去上课学习 为什么都还是没办法赚钱 重点在盘中怎么做 27号节目也告诉你盘中导航卖压高 你可以自己去找YouTube影音 以当天强势股3533加折为案例 你去上课都会告诉你 在这个地方突破区间赶快追 包括早盘当中都告诉你 只要突破早盘高赶快去追 但是如果你知道27号当天卖压很高 不适合追股票 那投资朋友这一来一往差多少 你如果想买加折 你可以收盘价去买 那到最近的加折 其实都还有拉高上来 那如果你是追在220的 这几天加折涨上来 你只有解套而已 你并没有赚钱 这个就是节奏错误 我们跟大家报告很多人买软体 或者是会选股 有股票但是操作节奏错误 这是大家普遍的问题 1月17号9点38分 我就告诉会员 卖压高第一个小时不要追价 10点过后再找机会做进场 当天是不是就到10点之前 就慢慢见到低点之后 开始做收敛 这个行情卖压高 我们跟大家讲不是看空 而是市场上告诉我们 节奏大家都是用卖股 要过年 这个是惯性并没有改变 所以你操作在最近都只能用低切的 节目上都公开这样跟观众朋友做呼吁了 所以盘中打行可以帮助你冷静 1月17号卖压很高 你不要追股票嘛 你追了宣德 当天是不是就套了一根点停板 那1月4号台股破底的时候 盘中打行可以帮助你战胜恐惧 你不要去乱杀股票嘛 卖压很轻 买盘不断的涌入 所以告诉会员朋友 你持股有忍住 便会是赢家 你有忍住 后面才有一些股票 可以卖在相对不错的位置 包括像联雅 1月16号的YouTuber也告诉你了 你不用当分析师 你要当的是操盘手 当天的卖压很高 会员一早就知道 所以你一早去追联雅 你会追在280附近的联雅 所以你是不是低接比较好 这个都是 节目上持续性跟大家验证 那这个地方有网友来问 前满盈的一个问题 那我相信是大家的一个普遍问题 我这里快速性的解答给大家 前满盈的会员是提供数据的服务 那你自行判断操作 不代金代出 也没有会员 也没有投资组合 那这个就是跟简讯会员的差别 那在这个地方 网友有问到说 前满盈的股票名单 给的细节资讯 跟发布时间 是不是跟简讯会员 会有一些差异 原则上 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讲 早盘会给一次 中盘会给一次 五盘都会给一次 那名单内容是一样的 那简讯会员的差异 就是在于说 我们会给这个 这个简讯会员 会有更详细的内容 在会员影音里面讲解 包括会整理投资组合 那股票合适买的 真正有波段实力的 我们会用call讯 带领这个 GEO跟高效会员朋友做进出 前满盈会员朋友 每次同手无期 数据就是提供给你 那你有自己想法的 你自己做 那至少我们就是提供工具帮助你 那简讯 GEO跟高效会员 就是可能比较没时间看盘的 那我们觉得有波段实力的股票 尽量带波段的方式 带大家做进出 盘中导航只是告诉我们 今天大概怎么出手 还是不要动作 这个就是这个价值所在 这边跟大家讲一下 在看影片下方的地方 有钱满盈的系统申请 你有兴趣你想好 包括价格我们写在上面 你觉得可以也觉得很合理的话 那你再填这个表单 那资料请你帮我们正确做填写 透过这个连结 可以去做一个表单的申请 那我们目前有个活动 就是在这个农历年前 你加入我们的钱满盈 或者是GEO高价钱讯会员 农历期间 我们会有一个系统的一个 使用的一个课程 那你在过年期间可以看得到 那过年之后你可以立即的 把这样新的技术学习好 过年之后 在2019年的行情 我祝福你可以能够顺利的操作 你可以定格 这个标签 QR Code也会有表单 那填写送出之后 我们会尽快协助您做一个开通 那我邀请投资朋友 你可以加入LINE的好朋友 或者是利用这个 LINE的ID搜寻小老学前提西扫描 这个标签都可以 加入之后你先传送贴图过来 有专属潜意给你就是信用筹码 你可以透过此股的诊断 那如果说在7月份之前 去年 在这个地方你有加入的 国际信用筹码有疑虑 你都是在7月1号之前知道的 假日你知道 2号的工厂停 3号的创新高1310 你都可以提前知道 国际的筹码有问题 都有带你做避开 那最新的信用筹码疑虑名单 我们放在LINE的主页 在上面这个地方 邀请你可以来做一个观看 从这个地方的涨上来 嘎空手 很多人告诉你看空 告诉你保守 因为量人不足千亿元 每天跟你分析大盘 对于你交易没有帮助 跟大家讲 这段时间会叫你看空 叫你保守的 通常是看不懂 或者是没方法 那我邀请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因为我们提供独家数据给你 这个地方我也是告诉你 结构再改善 多头股票加速 跟空手股票加速 再走一个收敛 那到昨天也跟你讲 已经正式黄金交叉了 所以我们并不会因为 今天震荡 就跟你讲看空 结构已经改善 那你重点是买什么 所以邀请你可以在 YouTube上面点选订阅 也记得帮我点选闹钟 影片上传你第一时间 就会知道 也请你帮我按赞按分享 帮助你很多朋友 了解股市正确的操作观念 那年前震荡的买点 我邀请投资朋友尽量做把握 我怎么帮你 我也是跟你讲 跟上系统的操作 法人在这个地方 也开始做一些调节 所以各股操作难度 接下来会很高 而且量人也不会出来 所以你现在要布局股票 就是要看过年后了 主流非常明确 那我们也陆续再去做布局 邀请投资朋友 在接下来这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可以跟上我们的操作 12月3号也告诉你 股灾期间 我们带会员朋友的操作 的对账单 8月31到11月28号 当时会员朋友的获利 大概是在这个数字 接近百万左右 这些对账单都是有连续性的 你可以自己去对 从这个地方到1月9号 已经成长到这个数字了 那包括在最近 我们也跟大家讲 怎么做才重要嘛 那昨天呢 也带会员朋友 有去做一些获利调节 所以这个金额 已经上升到200万 透过控制档数跟集中活力 加上有依据系统化的选股 盘中打行协助我们 尽量每天做到正确的事情 那这样的方式 你的获利才是稳健的 过去基效不保身会来获利 但是我们跟大家讲 我们就是有系统化 有依据的 带你去做一个操作 那简讯会员 我们就是帮你控制档数 那简满营会员朋友 我们就是提供数据服务给你 邀请你可以跟上我们行列 我们前进大趋势会员 专属服务这些持股 每天用筹码软体做追踪 盘中辅的股票提供给会员 简讯通知做进出 包括APP的部分 那邀请你来电 恰许我们服务 我们公司电话是 02-8101-0630 02-8101-0630 感谢你的收看 谢谢